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像过几天自由的日子 你以为我还不像赵明一样 大家好 欢迎来到梦想剧场 由迪丽热巴任嘉伦饰演的与君初相识正在热播中 长衣被纪云和扎了一刀并打下悬崖 纪云和为了长衣以命向斗 故事进入了最虐心的时刻 这部剧被分为前后两部 后半部分的剧情播出时间还是待定 也就是说 前半部分的大结局就是以纪云和的死来结束 这播出方这是让观众疯掉的节奏 那就姑且让剧情虐住吧 我们今天聊点不一样的 如果把长衣看作人与公主 剧情突然变得很有道理 家住海底的人与公主长衣 自小长德国色天香 倾国倾城 长衣自幼有很高的武学天分 在海底属于武力值相当高的那种 由于自身条件太好了 所以长衣这么多年都没有在海底找到自己的一中人 父母觉得她是个成年人了 于是对她的管束相对少了点 因此长衣就经常往海岸线上游 虽然父亲常说岸上到处都是狡诈的坏人 但是长衣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某天长衣正在岸边玩耍地开心住呢 有一个小哥哥掉进了海里 一看这家伙是游泳菜鸟 长衣二话不说就去救他上岸 可是长衣噩梦般的生活 却因这个叫顺德的小哥哥开启了 顺德看见长衣长德太好看了 就想把长衣带回自己的寝殿里去 可是长衣怎么会同意呢 誓死不同意的长衣遭到了很多殴打 顺德看着长衣马上有自尽的倾向了 然后想起不如把长衣送到女德班去学习 这样毕业后长衣也就乖顺了 在一个叫万花谷的女德班里 长衣被女教导主任林浩清再次打了个半死 在长衣濒临死亡的时候 被班主任纪云和吸引了目光 可是看见纪云和之后 长衣本能地觉得纪云和就是自己的理想型 但是身为一个囚徒 长衣知道自己此时的想法有多荒谬 可是 没有人能够管得住自己的内心爱与不爱谁 更何况纪云和就像能够窥见长衣内心想法一样 纪云和给长衣智商 给长衣送好吃的 还动不动就跟长衣来个身体的亲密接触 要命的是 呆萌吃傻的鱼儿怎么可能知道人家诈骗长什么样 长衣就这样沦陷了 沦陷后的长衣 自愿为了纪云和断了尾巴 放弃了回家的路 他还把自己最珍贵的焦珠给了云和 对于仁云来说 焦珠就是他们一生的爱情 也就是说 长衣对纪云和的爱从来都是纯粹的 他把自己能给长衣的都给了出去 看上去 长衣已经交出了自己的所有 所以纪云和在长衣身上已经看不到什么利益可言了 站在长衣的立场上来说 纪云和得到了自己的所有 然后狠狠地给了他一刀 并把他推下悬崖 果然 爱上的人都没有真心 都是假意 果然父亲说的话都是对的 可是 已经没有了尾巴 长衣再也回不去海里 于是 受了情商的长衣与自己救不 可爱老头以及新认识的姐们长鸣 三人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女人啊 从来都是爱情失利的时候 才能安安心心搞事业 此后六年 长衣没有任何谈恋爱的心思 她的人生就只剩下了一件事 就是疯狂搞实业 长衣靠着自己的人格魅力 以及业务能力 逐渐把公司做大做强 一直经营到上市 并且有望成为本年度最好的企业家 然后 长衣终于可以跟当年欺负自己的人 来一场对决了 对决过程中 长衣就回了被坏人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纪云河 之后 人与公主长衣纪云河根的身份就兑换了 以前长衣是可怜巴巴被欺负的一方 现如今长衣变身为霸总把纪云河囚禁起来 虽然 纪云河跟长衣之间的故事另有隐情 长衣也隐隐想到了什么 但不管怎样 六年后 长衣公主掌握了所有的主动权 她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 并且有能力去跟伤害过自己的人算账 这就说明一件事 姑娘们不要怕浮出爱 哪怕一腔热血喂了狗 但是也不要对人间失去信心 也许等六年后 你变得比之前好了一千倍之后 突然发现世界一下变了 就像六年后长衣之道 纪云河从始至终都没有骗过自己 她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保护她 也许等我们变得足够好的时候 会发现所有发生过的事 不管好坏 对于我们的生命都是美好的馈赠 迪丽热巴 任嘉伦主演的电视剧与君初相识 已经更新到了16集 新的剧情中非常虐 纪云河虽然变成了九尾妖狐 却依旧被先师击败抓住 被顺德先机折磨得非常凄惨 至于长衣 原本纯善无比的她 却也被顺德先机给逼反了 交往被杀 长衣差点被害死 之后跟随空明去了北京 而接下来就是长衣在北京集结众多妖族 以及对顺德先机不满的人 成为北京尊主 然后大举南下 对付顺德了 预告中我们可以看到 长衣至谋无双 引出了顺德先机以及凌双台之人 之后派人拿下凌双台 顺德先机此战败了 而且差点被长衣给杀死 顺德先机之所以能有如今的成就 其实都是先师在纵容 而接下来就是顺德先机无能狂怒 折磨纪云河 之后长衣进入天师府的地牢 就走纪云河 并且将顺德先机给毁容 导致顺德先机A化的桥段 这一段还是比较大快人心的 毕竟顺德先机的确太坏了 被毁容也算是她活该 不过顺德先机并没有因此就下线 按照小说中的描述 后面顺德先机会黑化 修炼先师传授的禁术 并且吸收了无数 与妖师和妖族的力量 虽然因为贪婪想要夺取先师的力量 结果力量被废 但是她后来又用了林浩青的方式 变成了扮妖 还吸干了青语蓝鸟 以及先师的力量 她吸收青语蓝鸟 以及先师的力量 其实是非常幸运的过程 比如说她吸收青语蓝鸟 就是因为先师击败了青语蓝鸟 把她关押在了天师府的地牢 结果被顺德给西干了修为 至于先师 则是因为她的师父宁熙与附体 于济云和身上 破了先师的护体纤印 所以才趁机被顺德西干修为 但令人疑惑的是 顺德先机虽然西干了青语蓝鸟 以及先师 这两位当时最强的存在 实力达到了逆天的程度 最终率领傀儡大军 杀入北境 但她先是被纪云和引入了岩浆之地 之后想要杀纪云和的时候 却被长一一招冰锚给钉杀在地上 之后她想化为风逃走 结果被先师用阵法控制 纪云和用分身和她同归于尽 这就令人非常的疑惑了 以她的实力不至于被长一一招秒 为何会如此轻易败给长一呢 其实关于这一点 是因为顺德的师父 先师留下了后手 先师虽然传授了顺德先机禁术 让她能够吸收他人的力量为其所用 却并未传授她功法 也就是说顺德先机功有一身力量 却并没发挥这种强大力量的手段 这就是她的弱点 力量上她很强 但功法招数上远不及长一 而且长一本身黑化之后实力就大增 最后重新尝出了鱼尾 实力倍增 不会比顺德先机差多少 所以长一才能轻松击杀顺德先机 故事的电视剧版本则大致改编为 季云河死后 长一被先机所抓 折磨至筋脉禁断 长一逃回北京后 昏迷不醒 便走天下寻找仙药的雪三月 将原本要用来复活梨树的蛇尾草 给了长一 蛇尾草不但修复了长一的全身筋脉 还令长一断掉的尾巴重新尝了出来 顺德先机携数以万计的傀儡 与季云河在北京决战 洛洛在抵御外敌的过程中 以神替空鸣挡箭 弥留之际空鸣答应取洛洛 庆幸的是洛洛还有一线生机 顺德先机灰飞烟灭之后 长一将北京事物交由空鸣打理 自己带助季云河游历四方 完成季云河的梦想 雪三月心灰意冷离开北京 后遇到狼族少年 此少年正是黎叔的一缕残魂 雪三月带助这个狼族少年浪迹天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